我们看96这一题 那这一题是个向量的题目 向量其实就是一个位移的感觉 我们先把这图的资讯先标出来 现在有一个三角形ABC 然后它这个P呢是AV的终点 我们这样ABC P在这一边 Q在那个AQ是2QC 所以AQ比较长 这是2比1的特性 是2比1 那它现在给我们什么资讯呢 它给我们这个PA向量跟PQ向量 向量是方便描述 但可是真正做计算的时候呢 我们要把它转成坐标 那比较好算 所以这里就是00 那这样子A就变成是43 那PQ就从P走到Q 从00走出去 所以这是15 那我们接着我们要向VC向量 其实我们要先把V跟C的这个坐标稍微找出来 那我们知道这里是2比1 所以透过这边我们可以知道这个 因为从A走到Q它是怎么走的呢 从A走到Q它从4走到1 所以这是负3 那3走到5是正2 所以AQ向量是负3 2 那QC向量呢 QC向量就只有AQ的一半而已 因为它2比1的特性 所以这一半之后呢 就变成负2分之3跟1 所以这样子 这个QC向量就是从Q 移动这个就会到达C 所以这个再加这个就会得到C 所以C这样加起来就是负2分之1跟6 所以这是C点的那个坐标 所以我们这样子我们就会有什么呢 就会有PC向量 可是我们要算的是VC向量啊 VC向量是什么 VC向量就是QC的两倍 所以是两倍的PC 所以把这个东西乘2 那就变成负1 可能12 这负1跟12 所以这题的答案就负1跟12 那我觉得要提醒自己掌握的就是说 向量其实就是一个 有时候可能可以把它解释成位移 它其实是一些坐标的移动 我们是以前看的 以前看的差是看数字 我们现在就看成二维的差 就是变成位移的感觉 我们可以把它这样加来加去 在平面上描出这种位移 就需要用到向量的概念